基础心理学 记忆 记忆的多存储模型 你听过记忆体的多储存模型吗? 是的,我有 这是一个解释我们的记忆如何运作的模型 确实 它由三个储存组成 感觉记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 我想起来了 感觉记忆对每种感觉都有多个存储 例如视觉的标志性记录和声音的回声记录 正确,感觉记忆不受认知控制 因此接收到的讯息是原始且未经处理的 是的 如果资讯受到集中关注 它就会转移到短期记忆 短期记忆的持续时间和容量是有限的 需要透过排练来维持资讯 但讯息仍然容易因腐烂或疑味而被遗忘 确实 如果讯息经过足够深入的排练和处理 就会传递到长期记忆 长期记忆的容量和持续时间不受限制 取决于接收讯息的处理程度 正确 长期记忆的编码主要是语义的 而短期记忆的编码是声学的 从长期记忆中检索资讯是透过短期记忆 传回讯息来进行的 多存储记忆体模型之评价 Glanzer等人的研究证明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 是有不同的储存支持 他们发现较早的单字更容易被记住 这被称为首音效应 而后来的单字仍在短期记忆中 称为静音效应 在回忆之前延迟10秒或更长时间 只会产生首音效应 仅影响长期记忆 这凸显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差异 支持了这个理论 我读到前额叶皮质被认为与短期记忆有关 而海马体与长期记忆有关 支援模型的不同记忆体存储的想法 正确 该模型得到了健忘症病例的支持 因为人们发现患者要么失去短期记忆 要么失去长期记忆能力 但不会同时失去两者 显示两个记忆储存按照模型的建议是独立的 该模型的缺点是什么呢 一个主要弱点是在现实生活中记忆是在上下文中创建 而不是在基于实验室的实验中创建的 而记忆的多储存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验室的实验 研究结果缺乏生态有效性 因为它们是从人工环境中收集的 因此结果可能与现实世界情况的外部可靠性不同 长期记忆的类型 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第一个是陈述性记忆 也就是有意识的记忆 它帮助我们回想事实 并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 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有什么差别呢 情节记忆由我们个人经验和想法的记忆组成 它通常是基于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 另一方面 语义记忆包含个人学到的知识、事实、概念和意义 是否存在与这些类型的记忆相关的大脑区域呢 是的 大脑的前额叶皮质与情景记忆的初始编码 以及与新皮质相关的巩固和储存有关 语义编码主要与额叶和涅叶相关 有观点认为海马体参与语义长期记忆 那么程序记忆呢? 程序性记忆是一种基于技能的记忆 专注于回忆如何做些什么 通常是透过重复和练习来学习的 语言被认为是一种程序性记忆 因为它可以帮助个人使用正确的语法和句法说话 而无需有意识的思考 那很有意思 是否存在与程序记忆相关的大脑区域呢? 是的 程序性长期记忆与初级运动皮质、小脑和前额叶皮质内的新皮质大脑区域有关 它与程序性记忆储存不同 因为它不依赖海马体来发挥作用 长期记忆类型之评价 萨拉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大脑如何储存长期记忆呢? 没有 您能告诉我更多吗? 当然 研究证据支持有三种不同的记忆储存与长期记忆相关 它们是什么? 它们位于大脑的什么位置呢? 脑部扫描显示三个不同的区域处于活跃状态 其中海马体和涅叶的其他部分与情景记忆相关 语意记忆与涅叶的活动有关 而程序记忆与小脑和运动皮质的活动有关 那很有意思 有没有个案研究支持这个理论呢? 是的 HM、Milner1962等案例研究支持程序性记忆储存和程序性记忆储存 明显不同的情况 由于海马体和涅叶遭到破坏 HM无法形成情节或语意记忆 尽管如此 它仍然能够透过学习 如何透过观察人物的倒影绘制人物来形成程序记忆 这很有趣 这个理论有什么弱点吗? 一个主要弱点是这项研究是基于单一个体 因此很难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 另一个弱点是缺乏对涉及程序记忆大脑区域的研究 有趣 有其他案例研究支持这一理论吗? 是的 Vicari等人 2007支持语意记忆和情景记忆分开 对一名年轻女孩 CL的案例研究发现 她在切除肿瘤后脑部受损 她创造新情节记忆的能力有缺陷 然而 她仍然能够创造语意记忆 并支持它们是分离的这种理论 真是